咱们很多的种植户 就是通过我们拍摄的一些无土栽培 这样的一些视频以后 有些农户对这个无土栽培现在比较感兴趣 那么无土栽培 怎么样做到一个既提升了口感 第二个又有高产量了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无土栽培 那么关于它的一个水肥的一个管理 无土栽培它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在水肥管理这一块 每天它要达到一定的蓄水量 我们这边是五个棚 一个棚是一亩地 基本上每一天的这五个棚 这个蓄水量要达到22方水到23方水之间 这个水量是每天固定的 第二个就是肥量 那么咱们只需要掌握一个标准 就是说无土栽培的时候 咱们第一个呢要监控它的EC值 也就是这个盐分 EC值呢一般呢 咱们只要控在那么三以下就可以了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EC值呢 基本上就是控在2.4啊2.5左右 那么肥料它有一个虚肥的一个规律呢 就是说从苗期一直到这个结果的盛期到末尾 基本上就是每一颗它的虚肥量呢 是在1.5克啊到20克之间啊 一直走高峰就行了 好多农户现在其实走入一个误区啊 说我一亩地我应该虚肥多少量 这个问题呢是实际上啊是不准确的 应该说我这一亩地我是栽种了多少颗苗子 然后根据每一颗它的虚肥量 然后来决定我的一个棚或者我的一亩地 应该去使用啊多少这个这个量啊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这里吧 感谢观看